還有一些例子叫做什麼水火箭、水利噴射船 這個水火箭這個影片啊 那是很久的影片,所以它那個水火箭很遜 台灣的水火箭你們看過的會比較好一點 它的水火箭很遜 這一個突然使用浴桶,本來就是用來真正的浴桶 桶國的新筋,剛剛可以用來做這個實驗 我們倒入水,再加入汽水房 兩者就會產生化學作用,分出氧化碳 當桶國的鋼壓爆至某一個限度,桶國就會零壓出 同時水也都會噴出來 那下面,那後面的水火箭,還要用過一種 但這次不用去比擋 而是用幫,設施工資會入到寶寶 當寶寶的氣壓大致一共限度 寶寶就會彈出,與此同時水也都會向下噴出 寶寶也都會一風春天 這一個突然,如果寶寶更緊和寶寶寶適合不好 是我的表演 這是不是很難看 很遜 對,很弱 但重點是 它把水噴出去 火箭就會向前衝 這是為什麼 這是我當我要問的問題 然後這裡有一個所謂的水利噴射船 名字很好聽 可是都設備非常的簡陋 這個人家裡可以自己做啊 我很訓就是了 它在做什麼呢 在做個船的形狀 上面呢放一個桶子 然後裡面放一個碟桶 手道有滋滾 它叫做噴射船 它一點都沒有噴射 然後我來給你裝水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水打開 讓水流出來 越做越小越好 當個桶子放過前衝到的地 它讓它水流出來 當水流出來之後 船就往前走了 再慢慢水流入個桶子倒 它慢慢倒 不要晃喔 不要震動它會走 不是它震動它 它是自己 因為水都快走 所以要小心慢慢倒 它真的會動嗎 它會動 它動得很遜就是了 直接說不動 噴射 噴射 好弱喔 沒有 還沒有 然後要讓水流出來 水流出來 把本拔掉 讓水流出來 它就往前走囉 這也是 跟後面要問的類似題一樣 為什麼水噴射 它就會往前走了 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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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實根本就沒有噴射 根本就沒有噴射 那這個是我們像噴射機 向後面噴氣 飛氣會往前飛 一樣的意思 還有那個火箭也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還有一個氣球吹上的 就是康軒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主要探索的是作用力 與反作用力 取一個氣球 將該氣球充滿氣 開口不綁起來 然後釋放氣球 我們可以觀察到氣球 因噴出氣體而產生反作用力 四處飛竄 這就是我們當回要問的問題 就是到底是什麼力量 讓噴射機噴氣之後 它會往前飛 它往前飛 這就是我們當回問的問題 反作用力 跟各位舉的一些例子 就想這樣子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有 很好 有